如果你的家里进了劫匪了 你会如何教育自己 多数人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报案 将情况和别人说 但是有这样的一位妈妈 家里来了四个劫匪 还把自己的房子给彻底烧毁了 她教育自己的女儿 不能把劫匪告诉任何人 因为这个如果说了 这些劫匪还会再来的 所以要和别人说 家里起伙是线路故障引起的 而父亲的伤势不小心抓刺猬的时候 从树上掉下来引起 警局这边巡警和女警正在调查多特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明白 为什么这个女人明明被绑架了 但是却装出什么事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得到消息 多特的房子失火了 就在他们赶去的时候 女警接到一个催收电话 没错她的名下有高额的贷款 那么这些贷款是怎么来的呢 没错这个女警认识的老公 是个有手好闲的人 她不但不工作 还玩高尔夫 还买那些昂贵的东西 就这样女警从第一次借高利贷之后 她就再也还不起了 利息像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你们肯定想不到她借的谁的高利贷 没错多特的婆婆是她的借主 与此同时多特的婆婆 也得到儿子房子被烧的事 她第一时间来到医院 这对婆媳见面自然少不了互相斗嘱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警员赶到了医院 当多特看到她就下的那个巡警的时候 有点紧张 双方一对眼都认出了对方 这个时候律师终于说话 她现在是他们的代理律师 有什么话可以和她说 因为她的当事人现在不方便 并拿出自己的名片 巡警接过名片后 开始主动和多特打招呼 并谢谢她 就在多特想着如何应付他们的时候 女儿醒了过来 这个时候女儿的奶奶第一句就问 是谁烧掉了房子 女儿说了一个动画片的名字 多特赶紧让女儿去售卖机去买点吃的 律师给了现金后 女儿离开了 巡警继续问多特是谁在绑架她 多特当然没有说这些 就在这个时候护士过来告诉他们 多特的丈夫醒来了 终于找到机会了 多特立马离开 当多特走进房子的时候 忽然发现老公失忆了 连多特的名字都叫错了 多特立马开始把整个事情和她说一遍 看这个傻笑就知道 这个失忆没有那么快好了 多特和老公说 她保证会重新建立这个家庭 将房子重新建立起来 说完就躺在她旁边休息了 与此同时两名FBI正在对罗伊调查 因为有很多人举报她暴力 而且前两天一个手下刚刚车祸去世 而且他们的武器库数量也不对 他们想让法官给出逮捕令 但是法官并不同意 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没有办法两人开始去寻找证据 而现在就有一个好的证据 那就是多特就是罗伊的前妻 只要找到她 他们就有起诉罗伊的证据 而罗伊这边 得知自己的儿子任务再次失败 真的气的肺都要炸了 有气怎么办 总要找发泄口吧 所以干脆把家暴的男人给抱了吧 就这样终于泄气了 然后安慰他的妻子说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家暴你了 而且每个月都可以领到抚恤金 因为你是我们家族的人 罗伊看来要亲自出马了 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让他伤透了心 他直接开车找到多特的婆婆 婆婆自然也不是擅长 得知儿媳是罗伊的妻子后 对他说 说一个数字 他会补偿给他的 但是罗伊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所以他们的谈话很不顺利 与此同时多特正在被律师安排到医院去 在多特被抬出来的时候 看到两个医护人员的脸 没错这就是抓一个母老虎的后骨 多特被送到医院后 律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多特的婆婆 而就在律师要赶走罗伊的时候 还不忘再发一张名片 临走的时候罗伊对律师说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另外一只眼睛还能看到 与此同时在医院里 多特能就这样束手就擒吗 绝对不会 他趁着医护在给他绑绳的时候 一下将手指插住他的鼻孔 然后迅速挣脱绑绳 一个翻身将医护给压在床上 很显然医护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被结结实实地绑在了床上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护士走了进来 正好给多特送了一件衣服 多特非常小心地逃跑 他找到一个大妈 帮他推轮椅 就在他准备离开医院大门的时候 坏事 他看到三个牛仔走进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是罗伊的人 多特立马躲了起来 然后按下电梯 立马推进去 眼看三个牛仔就要进来的时候 多特使劲地按关门键 还好在他们快要赶上的时候门关上 多特来到三楼的贵宾层 放下老人的轮椅 然后准备去找老公的病房 但是这个时候看到警员 他立马走到老公病房对面的房子 然后二话不说 将这个人用枕头给弄晕 然后悄悄出去 把老公病房的名字和他的名字给调换 然后走进老公的病房 把老公给扶到卫生间 让老公再上一次厕所 并告诉他 要等到自己来 才能开门离开 不然就一直坐在里面 此时老公的记忆还没有恢复呢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 多特走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三个人已经在询问台了 多特立马想要从反方向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FBI的两名探员看到了多特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多特竟然看到了他的儿子 吓坏了 他儿子看着FBI 再不敢轻举妄动 就告诉另外三名同事 赶紧离开 他们就带着那个病房里的男人离开了 当然他们以为他们抓的人是多特的老公 就在儿子关电梯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手势给佐特 让他闭嘴 因为他知道这些FBI找到妈妈 一定是在调查父亲 就在两名探员准备代理佐特的时候 楼下的两名医护开始到处寻找佐特 佐特吓坏了 立马装作要呕吐的样 他们就带着佐特去了卫生间 那个医护问两名探员是否看到一米六身高 王发 非常瘦的女子 他们说没有看到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闯入卫生间 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多特已经从厕所的窗户逃走了 他第一时间自然是找到女儿 此时女儿正在玩高尔夫 看到母亲后 他立马跑过去 女儿见到母亲第一句就问罗伊是谁 一听到罗伊 多特就吓坏了 因为罗伊离开的时候正好见到女儿 并报了自己的名字 就这样多特带着女儿离开了 因为只有佐特知道罗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来到了女警的家里 当女警走进豪华的房子的时候 他完全被惊讶到了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寻找他们母女俩 没想到会在自己的家里 多特坐下来 要求女警把女儿收留三天 让他去解决一些事情 解决完就将女儿接走 女警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绑架他 多特没有说自己丈夫罗伊的事 只是说现在自己被几名坏人粘上了 也承认了家里失火是劫匪座的 如果现在女儿留在那个家里 可能还会被伤害 现在自己的老公已经住院了 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也受伤 就这样同情心让女警同意了 看来一场硬仗要打呀 所有的人都会在最后聚合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期待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Flexировать 感谢观看